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NG 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两岸交流的态度受到挖掘关注 从他抛出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到提出一五共识 以及最近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专访当中 倡议两国一致来取代中国大陆所主张的一国两制 如何来解读这些谈话 是否会对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有所影响 那么又如何观察中国大陆的反应 相关的问题 访问文化大学中山与大陆研究所教授 庞建国为我们解析探讨 非常欢迎庞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好 美国外交杂志是1970年所创办的 美国双月刊杂志每年会发布全球化指数 不过他后来就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有做说明 其实他所谓两国一致的这个说法 重点不是在两国 其实在一致 也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那他是认为就是说 两岸之间如果要进行更顺畅的交流的话 那么大家如果有共同的理念 那么共同的一些看法 共同的一些制度安排设计上面的构想 那么就更容易去推动 所以他已经在事后做了说明 那么他自己也讲 如果两国的这个说法 会引起对岸一些比较敏感的回应的话 以后他就少讲两国 多讲一致就是了 那么您观察这柯市长从抛出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到提出一五共识了 还有这两国一致或是一致 怎么样来看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或态度 当然就是柯市长在他以前竞选之前 某些场合里面他会强调说 他原来是个深绿的 可是如果从他实际上面 在竞选过程中的一些说法 以及当上了台北市长之后的一些论述的话 我们倒不必那么快的就下定论 说他是深绿 说他是这一个铁杆台独或者极独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 应该算是叫做比较实用的 比较务实的 也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 让两岸关系在一个比较和缓的状况下 有继续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很多场合的说法 还蛮珍惜过去这几年来 在郝隆斌市长时代所奠定的台北市跟上海市之间 所交流的一些成果 包括双城论坛的举办 然后他自己也对于 就是说比如说两国一致的这个说法 说可能造成了一些对岸的反弹 以及可能会因此影响到双城论坛举办 他也明白地表示说他意会到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说他基本上面 真要讲说是他的这个两岸立场的话 勉强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所谓柔性的独派了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铁杆的台独 那么他比较偏读 可是不是非读不可 甚至他自己也说 如果两岸之间能够交流的顺畅的话 他第一个他不排斥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甚至也某种程度表达 就是说两岸如果都能够朝意识的方向 朝普世价值的方向去走的话 甚至他有暗示 就是说将来两岸的生活水准制度安排接近的时候 他好像也并不完全排斥了统一的可能性 务实柔性的独派 如果再以柯P大选市长得票率来观察 柯文哲市长他所提出两国一致 那么在台湾是不是能够获得一定的支持度 我想他的这个说法在台湾可能会落入困境 就是不同的人会各自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 摘取他的说法里面的某一些段落的意思去做隐身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柯P的论述 但是多种的解读的可能 那么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 就需要柯市长他本身在适当的时机 经过跟幕僚好好商量 提出一个比较系统化的论述 你透过一个比较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论述 把你真正的意思说清楚 较明白 避免就是说是每次划除过之后 后来又来修正 从他当时的市长之后到现在 这种情况因为失言 而必须在做事后补证的这一种情况 已经产生很多次了 所以我是认为说 如果他真的有心要推动台北市跟上海市的双城论坛 他真的有心要在两岸关系上面 做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推动力量的话 他最好能够及时的 把他的立场说清楚 讲明白会比较好一些 好 接下来要延续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 您解读柯文哲市长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 或言论可能是属于柔性的独派 那么民进党方面对于柯文哲这两国一致的观点 目前的态度是表示尊重 那么解析一下柯市长对两岸关系的看法的态度 跟民进党两岸政策其实还有相当的差异 对不对 民进党他其实现在也在摸索当中 因为你可以看得清楚的 就是蔡英文到目前为止 他对于两岸之间到底该怎么处理两岸关系 他的比较新的系统性路数也还没有出来 因为他曾经表示过他不接受九欧共识 然后表示过就是如果他胜选了 大陆跟美国都会随着他的胜选而改变态度 可是随着而来的就是大陆跟美国方面都非常明白强硬的表示 你如果不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 你如果不能够对九二共识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或者提出一个能够取代九二共识论述的话 那么恐怕大陆跟美国两方面都不会对于蔡英文的当选表示肯定 这方面来讲的话在过去这段时间 无论是海峡对岸或者太平洋的另一边都已经表示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蔡英文他据我所知 他们本身内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探讨 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解套的方法 那么柯文哲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地方的市长 所以他的讲话的空间谈性比较大一些 甚至于就是说师爷后面还可以在来补证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是能够就是说 柯文哲的一个说法 他对于民进党来说有一点试探性的作用 抛出了这个气球看看对象反应如何 但是他的论述恐怕跟民进党 现在还在早行的新的论述之间 我认为有没有交集或者能不能够磨合 还需要再观察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中国大陆的反应 那么相关的学者当然对于所谓两国一致 也许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国台办也有他的一些反应 老师怎么样来看呢 先从国台办的反应 对 相较于大陆的学界 非常强硬的 非常严厉的批判 柯文哲的两国一致的说法 那么国台办的态度反而是相当淡定的 我认为就是说是 大陆的官方在看待柯文哲的这一个做法上面 他们现在想保持一点弹性 多一点回旋的空间 因为我想在他们的这个比较整体性的观察中 柯文哲既然不是铁杆台主 既然他也不否认了两岸有继续交流的必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必急着把定性定调 不必急着把列入了所谓拒绝往来乎的黑名单 那么给他多一点时间再看看再听听 我想这是目前大陆官方大概基本的态度 是 那么会转而被动吗 基本上面来讲的话大陆呢 我相信他们有一定的管道 可以跟这个柯文哲呢 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沟通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想呢 对于他们来说 再看一看 不必那么急着去下定论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那么毕竟呢 柯文哲呢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道火旗 那如果呢 这个旗应用的好的话 那一方面呢 可以呢 透过台北市做一个突破点 另外一方面来讲 甚至于你可以以柯文哲作为一个支点 去影响了民进党的两岸的论述 去影响了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走向 刚刚老师有提到 国台办相较于学界 目前是类似听其言观其行 对 为何学界会多所批判呢 这个难道没有讨论的空间吗 这样子 大陆呢 他们在过去这几年来 他们基本上面都允许了学界 做比较自由的发挥 然后呢 对于两岸的事情来讲的话 通常呢 学界的态度通反而会比官方来的 比较的严厉其近一些 这是呢 过去这几年来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态势 那所代表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呢 中国大陆官方其实呢 对于两岸关系处理 已经越来越有自信 因为大的形势坦白说 对于大陆是比较有利的 时间是站在大陆那一边 所以呢 大陆对于两岸关系处理 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强的急迫感 最少呢 在很多的场合 你如果跟大陆的设台部门以外的 大陆的官方去接触 你会发现到 今天中国大陆 它其实已经有过大国崛起的心态 它是用大国崛起的格局呢 在看事情 所以坦白说呢 两岸关系只是它整体对外的 或者设外事务中的一环 那么对于大陆来说的话呢 目前来说 它如何能够稳定的 在它的所谓大国崛起的道路上面 去做布局 恐怕呢 它在资源的配置啦 政策的优先上面呢 都远高于呢 要急着去回应两岸关系 急着去处理了台湾的 某一些政治人物的言行 所以这一个大的格局 是我们可能不要能够体认的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陆的官方 他们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呢 我刚刚讲过 它已经表现得比较从容 比较淡定 那么这也是要显现的是说呢 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处理 是有自信的 这也是台湾必须要体认的 好 那么中国大陆一国两制 或者是说九二共识 这样的底线 或者是红线呢 是非常的坚定的 没有错 那么问题是在台湾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还有柯文哲市长 他所提出的两岸方面的 一些立场论述跟看法呢 倒是呢 在国内可能会有一些讨论 或者谢谢小金 我在普通一句话 就是说呢 其实所谓九二共识的 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不只是大陆方面的要求底线 它似乎也是呢 美国所接受的一个 两岸的关系 这个基本原则 所以恐怕呢 台湾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在面对这个一切的时候呢 都要这样的体认 好 后续两岸关系的互动 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 来做一些关注的 不过今天非常感谢 文化大学教授 庞建国解析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两岸谈话 同时观察中国大陆 可能反映提供您深度的观察 非常谢谢庞教授 谢谢 明天